呃...那個林部長 請部長 邱委員好 代表你好,我仔細看過外交部所提的報告 那關於那個TPP跟RECEIP 那當然是這兩個是亞太地區啊 最重要的一個經貿整合的一個機制 當然它是一個背後有中美 在這個亞太經貿整合的這個較勁的意味 美國想藉由TPP來包圍中國 那中國想透過RECEIP 來這個突圍 來突破這個美國的這個包圍 但看過你們的報告跟這個經濟部長期的報告 好像針對把所有的國家的這個經貿的戰略 針對亞太經貿整合的戰略 特別把所有資源偏重在TPP 你們有策略,有專案推動辦公室,有碎鐵 但對RECEIP好像似乎就是簡單的帶過 讓我懷疑是不是在外交部的立場 是不是只有TPP沒有所謂的RECEIP 但我個人認為RECEIP的重要性 不會低於TPP 當然兩個這個經貿整合的這個機制 或者整合的程度不一樣 但是我們重點是在東協市場 重複這個 這個重複的這個membership 大概有四個國家在歐盟 你知道是哪四個嗎 東協 東協啦 東協十國裡面 同時加入兩個這個整合機制的 大概有四個國家嘛 對 新馬 越 對,馬越 新加坡跟文萊 文萊齁,就四個國家 那重要的包括印尼泰國 都沒有加入這個所謂的這個TPP 目前還沒有 其實泰國方面已經有表達一些興趣 所以 所以這樣子的話 那我們如果 只有偏撞TPP TPP 要八年之後 可能才可能加入 而且我們可能是無條件 沒有任何條件 情況之下 必須全盤去接受嘛 那現在這個RECEIP剛開始啟動 當然有一定的難度啦 那我們應該有一定的策略方法 積極去加入RECEIP嘛 你現在雙邊跟這個所謂歐盟 那個東協國家 進行雙邊的這個什麼經貿好整 是相當困難的 這一定的難度 我這我會了解 那為什麼不透過這個 所謂 東協加六 這個所謂RECEIP的這個機制啊 因為RECEIP不只包括東協十國 也包括紐澳 也包括中日韓 也包括印度 所以這個整合之後呢 對台灣 如果台灣沒有加入這個 所謂RECEIP 對台灣的負面影響 你應該做相關的評估嘛 我跟委員報告 其實這個RECEIP也是我們的一個 非常重要的目標 其實這兩者是並行的 可是我看到沒有任何的這個 這個琢磨嘛 不是因為今天的這個討論的主題是 你們都持續觀察嘛 有有有 那個部分事實上 可是你們有沒有碎鐵啊 有沒有政策啊 有有有 我們有這三個資料 有有有 那我繼續請教這個次長 請次長 邱委員你好 市長 市長 這個有沒有針對這個 這個 RCEP 跟這個 TPP 有沒有做出相關的評估 如果台灣 萬一 哪一個 這兩個機制 對台灣的正面效益 比較大 這兩個 這個機制 如果台灣沒有加入 哪一個負面衝擊比較大 跟邱委員報告 事實上剛剛那個林部長也提到 我們的 RCEP的研究 跟我們的重視 是跟TPP是不相上下的 我們也了解 那我問你 如果你們不相上下 你們有專案推動辦公室嗎 有 我們現在有經濟部 有在國際貿易集團 有專案推動辦公室 在推動RCEP 推動RCEP 對的 那有策略嗎 有碎鐵嗎 你有通令各個駐外管署 針對RCEP去做 有 跟這個 雙邊的關係 做相關協商嗎 有的 我們有請我們在這個 RCEP Plus 6的我們的駐管 去收集了解相關 這兩個經貿整合機制 雖然都在亞太地區 但是他們整合程度不一樣 是 深度也不一樣 是 那這個 所謂RCEP 它的大概是 針對 是WO Plus 它沒有太多的 這個針對環保啦 或者制裁權啦 或者政府採購的部分 是 那TPP 它程度就比較深嘛 是 它也包括這個所謂 投資保護的協定啦 勞工的議題等等 是 所以這個是可以互補的 雖然美中有這個戰略進合 但是我們不能說 把所有的資源放在TPP 沒有去強調所謂RCEP 有 我們都有的 我們是兩個都 所以我三頁提醒 這部分我希望說 在下一次的這個相關的這個 報告裡面 要很詳細提出 對RCEP相關的策略稅鐵 以及專門推動辦公室 這個跨部會 這協商的機制在哪裡 然後 這推動的成果怎麼樣 是 2015就要上路了耶 如果萬一台灣被排除在外 台灣很慘 是 它慘況可能比沒有加入TPP更慘 好 接著我請教在林部長 請播長 是 媒體大概針對你財產申報有一些著墨了 但我看到很多珠外的我們的三巨頭 包括您本人 包括這個袁建森 過去的駐美代表 現在國安會的民主長 還有這個駐美代表 這個金普松 還有金大使 好像都身材有道 包括你個人呢 針對美國高科技業情有獨鍾 包括這個 袁建森 袁民主長 好像有很多的存款跟投資 也包括這個金普松 金大使 還有很多的房地產 你們分享一下駐外人員 是不是對這個理財有相當 因為你們比較國際觀 你們是不是針對這個國際的這個 財經有比較獨特的見解 能不能分享一下你們理財的這個方式 我跟委員報告 其實我沒有在做理財 我想我也沒有在做任何的這個實際的投資 當然我自己過去在美國工作 其實我買的那個股票其實是非常有限 純粹因為我自己在工作的上的關係 那可以看得出來 其實我在我舉個例來講 我在國內沒有買過股票 也沒有開過戶 從來都沒有 我現在其實我不是在做這方面的這個投資 我對這方面也沒有這方面的這個造 這個真正的這個心得 可是你的股票是在美國擔任在服務的時間買的嗎 因為這個是都是 這是在註美的時間時候買的嗎 這是網路上面買的 所以就是說 在註美的時候應該是以外交為重嘛 有時候理財當然我們也不排斥 我們也不反對理財 這個其實很有限的部分 這個是上網其實都是五分鐘十分鐘就可以處理了 其實我 那你現在也可以五分鐘十分鐘 你這個外交部 不那麼繁忙 你也可以五分鐘 十分鐘買什麼台積電 買什麼這個 我都沒有 其實我其實沒有在做這方面的工作 過去有了 過去也沒有 其實真的 我這個部分其實真的算不上什麼投資 當然你投資是個人的行為 當然不影響公務為主 我們大家有時候也會觀感說 我們住外人應該是以憑外交為重啊 那為什麼說好像理財這個成果 比這個外交的成果更為卓越 人家會 我沒有在做理財的工作 我覺得我 真的大部分的時間都是在公務 可是這個 參與申報的這個數據來看 好像你們三巨頭 都是身材有道理財有數耶 我們可以安排一個專案報告 沒有我跟委員報告 我在部裡面已經三十幾年 其實我真的講 在這方面沒有這方面的心得 可是你成果還不錯 似乎打誤髒 我的成果其實很有限 我想大家都瞭解 如果說一個做了三十幾年 這個住外人員的 有這樣一點點的存款 其實實在太有限 唉 我們這個 當那個立法委員 我們還是算是屬於第一次入戶 剛剛提到這個日本 他現在說他要有條件加入嘛 那萬一我們這個 在他談判完成之後呢 我們才申請加入 那就是無條件都要接受嘛 無條件接受 對我們產業 特別是農業 剛剛政委員提到 會形成很大的衝擊 那我們相關的這個 包括 經濟部 包括外交部有沒有相關的 因應策略 針對我們在 未來 已經談判完成了 那我們才要加入 我們必須 進入一個 這個無條件接受的狀態嘛 這些產業衝擊 這個相關部 有沒有做協商 農業的部分 事實上經濟部已經在做 農委會也在做 那我們現在其實 最主要的就是 希望能夠充分的掌握 整個TPP 這個談判完成之後 這個相關的這些 實際的這個章節 那您樂觀估計 多久可以進入TPP 當然越快越好了 你說巴林陸梯 這個太久了 對這個太久 我個人也這樣覺得 您預估 總統也是認為是 能快就快 對能快就快 按照你們這個執行部門 相關的評估 大概多久可以進入TPP 我跟委員報告 其實我覺得我們是 用一個比較務實的方式 就是今年 如果說我們能夠 在TIFA有實質的進展 如果說我們能夠 再跟新加坡 跟紐西蘭的FTA 能夠完成 我們跟ECFA 這個向下的一些 那現在最大主力在哪裡 就所有的這個 這個成員國裡面 最大主力在哪裡 美國還是加拿大 還是墨西哥 還是紐澳 不是我們現在真的 並沒有去 我們現在還在做一個 先期在協商的一個階段 我們並沒有正式的提出來 因為最主要 最主要就是我們希望了解 所有TPP的前夜的態度 既然有信要做 為什麼不趕快提呢 日本就馬上提 你看3月4日要提 他7月就可以加入談判 那為什麼還要等8年呢 嗯 不是要等8年 就是我們現在希望能夠 把我們現階段的一些 工作能夠完成 因為馬總統說 要8年入梯啊 越快越好 對 所以如果這8年入梯 是一個合理的一個私生安排 可是為什麼日本 辦理之內就可以進入談判 所以我們現在 我們是希望能夠 把新加坡跟紐西蘭的部分 先完成 因為他們兩個都是TPP的成員國 所以我們接下來 我們會來做進一步的評估 怎麼樣能夠來爭取更多TPP成員國 對我們的支持 我想這個支持的程度 跟我們什麼時候去提出 我覺得是有直接的關聯 謝謝 教委員兩分鐘 主委 RCEP我們有做 今天的報告是以TPP為主 所以那個部分 如果我們有進步 這個外交部的這個報告裡面 我覺得應該多一點琢磨 或者是進入國貿局的報告裡面 我覺得要多一點琢磨 關於目前政府推動RCEP目前的策略做法 以及進度 以及成果 好 謝謝 謝謝委員